工作人员接力将大批纸箱搬下货车 里头全是口罩和酒精零路等防疫物资 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 从海外运回800万片口罩和50万瓶酒精零路 并且将部分物资透过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分送给市场摊商夜市清洁队与基层防疫人员 目前已经到了台中港的有四柜总共800万片的口罩 有酒柜共50万瓶的清洁用品 都是需要大家的协助 透过社会贤达先进 以及所有守护人员的帮忙 希望是能够将这些物资最有效 最迅速的能够分享 无偿分享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共同来使用 防疫第一线最重要就是接触人群最多的市场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次的省目清华校友会的协助 我们就募集到这么多物资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人群最多的市场里面 能建立起第一道的防线 所以包括所有的这个酒精也好 口罩也好 我们希望提供摊商有一个无愧的一个数量 市议员陈炳甫接着来到永乐市场 将酒精凝露分送给摊商们 和议员有着好交情的 知名主持人廖伟帆也到场立听 那我深深的知道前议员呢 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基层的服务 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来 然后呢希望好久不见了老朋友见见面 那最重要一点我觉得 借着这样的一个基层的服务呢 让我们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呢 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比较快乐平安的感觉 尽管国内疫情趋缓 但防疫仍不可松懈 民间团体透过捐赠防疫物资 分享关怀传递热情 也期盼在全民努力防疫之下 能够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全民防疫大家一起来 在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